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绝对值的话呢 它是分段的 分段的 所以要去求它的导数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吧 是吧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是这个样子 是吧 它是2的3x 当什么呢 当3x大于0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x是属于 大于等于吧 2kπ到什么呢 到2k加1π 这个范围 ok 那其他的呢 是这个2的什么 负的3x 当x呢 属于这个2k-1π吧 到这个2kπ 好 当然呢 这个k呢 是这个整数 好 就这个表达式 所以它是分段的 当这x呢 既不是这个右端点 又不是左端点 也就是说当x不是kπ的时候 3x不是0 不是0的话呢 它就是正的3x或者是负的3x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分情况 是吧 当这个x属于k区间 是吧 2kπ 到2k加1π 这个k呢 是属于整数级 也就是说 在这个正的这个范围内 那明显的这个y一匹 就是2的3x去求导 指数函数 是吧 2的3x乘以loan2 再乘以什么呀 3x求导 cosx 这个 你当然呢 为了写的好看一点 一般情况下呢 把cosx呢 写的前头 好吧 这个给大家写写吧 因为这个数学上呢 主要是怕什么呢 怕这个记号出问题 所以我们把cosx写到这个loan2的前头吧 2的3x乘以cosx 是吧 再是loan2倍的 好吧 再乘以loan2 哎呀 总而言之呢 你写的别人能看懂明白 这就算可以 好吧 这就是这个x 属于这一块 当这个x呢 属于另外这一块 是吧 区间内部 那这就是2k-1pi 啊 到这个2k-1pi 啊 这个k呢 是 啊 整数 啊 那万一匹啊 就就什么呢 就直接来了2的-3x 其他呢 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2的-3x 只不过这个地方呢 拿一个-cosx 所以前面那个负号吧 好吧 cosx 再乘以什么呀 loan2 对吧 ok 好了 中间的话呢 就是 就是当x等于k-1pi的时候 啊 当x等于k-1pi的时候呢 那就那就会出乱子啊 出乱子了 因为它的左右导数是不相等的啊 所以这是 y一撇k-1pi 啊 和这个 y一撇啊 这个k-1pi的左右导数啊 这个是不相等 那有人说 你怎么这么这么 啊 这么斩定截铁的说 它是不相等的啊 用我们提过的啊 就是 呃 左导数右导数是怎么什么呢 等于这个 呃 导函数的左右极限的啊 所以实际上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y这个右导数 这个k-1 左右导数其实是等于什么呢 x 呃 趋向于啊 k-1pi的 右边和左边 这个y一撇x啊 它的极限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二k-pi 你是二k-pi的话呢 从右边过来啊 你从右边过来的话 你看一下啊 这个呢是呃 0 而这个呢是1 是吧 好 那这个的话呢 右导数啊 右导数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右边过来 它就是呃 2的零次方就1嘛 1乘1 这就是乱2 啊 但是你看看啊 从二k-pi的左边过来 左边过来的话呢 这个这个 就是一个负号了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负的落二 啊 所以你这个是二k-pi 那如果通过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ik-1pi也是一样的啊 就这个它的左右导数啊 是这个不相等的啊 哎 由此 可以最后中数一下 这一条大家就会 再把我以前讲过的啊 就是连续函数 如果在这个区间里面是可导的啊 那么 这一点的左右导数啊 就等于啊 它的这个导函数的左右极限 这个 这是所谓的这个达部定啊 有资料上提的啊 这也是2009年是考过的啊 你考的证明啊 当然的证明 好 由此呢 这个呃 ypx你就可以写出来了啊 它就是这个样子 是吧 写清楚了啊 那它是 2的3x 啊 乘以是吧 cos x 再乘以 loan2 啊 当这个x属于 啊 2k-pi 到这个2k-1-pi 好吧 那这个k呢 那这个k呢 是 啊 证数 是吧 k是证数 好 那也为之意就是啊 在这个端点处是不可导的啊 所以我没有写嘛 没有写的地方就是不可导的啊 好 这是我们这个呃 第一题啊 它这样的一个带有绝对值的啊 分段函数 求导这么处理 好 我们继续看这个解答题啊 十六页呢 这个第三题有呃三问啊 我们呢 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第二问吧 啊 这个呢 应该都属于常规题目啊 第一个呢 是属于复合函数求导 是吧 第二个呢 属于这个隐含数求导啊 第三个呢 属于参数式啊 参数式的话呢 这个呃 苏三呢 是不要求啊 当然这个这个微分啊 这个微分的形式啊 微分的话呢 你写成这个呃 t dx也可以啊 你写成关于x的函数 比如说写成dx也可以啊 这个呢 要看你这个x和t之间 能不能相互之间解出来啊 能解出来的话 那你就 那就写成x的啊 你解不出来呢 那就写成t的也可以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第三题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啊 这个y等于yx 第三题太简单啊 有这样的一个呃 方程决定的一个隐含数 要求这个隐含数的这个呃 微分啊 减去外倍的3x 等于0啊 让咱们求这个d1 好 这个题目呢 给大家操作一番啊 那像这个你有几种方法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用前面的这个隐含数的求导公式啊 不是后面的啊 就你要学的那个呃 多元的是吧 多元的是吧 多元函数里面的一元隐含数的求导公式啊 那个也是可以的啊 啊 你还可以两边求导 你还可以用这个啊 一些微分形式的不变性啊 这个呢 都是你的自由啊 你怎么做啊 怎么行 好吧 那呃 对于这个呃 微分来说呢 我们一般的话啊 推荐大家呢 用这个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因为他要你求的是这个微分 所以咱们就啊 在两边一微分就可以啊 等于D0的微分啊 当然是等于0的 然后用一下微分的啊 这样的一些公式啊 就一些微分形式的不变性 好吧 E的U次方的微分等于E的U次方 乘以什么呀 DU 是吧 然后相加减的微分等于微分相加减啊 减去什么呢 啊 这个是乘积的微分啊 所以前面的不要动 啊 3X不动 Y微分 是吧 然后再减去什么呢 Y不要动啊 3X微分啊 这个等于0 这是我们这个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啊 你当然也可以这个两边求导啊 去求出外一撇 然后呢 再用外一撇乘以DX 这都行啊 好了 这是E的X加Y次方 然后这两个呃 函数的微分 微分的和等于什么 和的微分等于微分的和 是吧 减去3XDY啊 这个就不要动了啊 因为再减去Y倍的 因为我们要出DX 所以这是cosX 啊 乘以DX等于0 然后再怎么办呢 啊 把还有DY的搜集到一边啊 啊 这个有两项有DY 是吧 好前面这两项有DY E的X加Y次方啊 然后再减去3X啊 这个有DY是吧 好 然后呢呃 有DX的也是有两项啊 把它挪过去啊 就是Y倍的cosX 减去E的X加Y啊 这个是DX 好 那然后呢 两边呃 除过去就可以了啊 除过去啊 DY就等于 除到右边去 是吧 E的X加Y次方啊 减去3X分之 Y倍的啊 cosX啊 再减去E的X加Y 好 这个乘以DX 好 这个全微分啊 这个微分啊 Y的微分啊 就被我们这个算出来了 好 当然呢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引用一下啊 对于这个呢 关于答案的形式啊 这个是没有强行的 一个要求的啊 当然有些填空题 或者选择题啊 尤其是选择题啊 呃 你写的那个形式 可能不在选项里面 怎么办啊 那你就要利用啊 提设的等式 也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式啊 是可以这个呃 变形的啊 我们不叫化简啊 我们叫这个变形啊 E的X加Y次方呢 等于外背的这个 这个SineX 实际上呢 这个可以把它变一下形啊 所以外背的CosineX 减去什么呀 外背的SineX 对吧 这个把它换一下啊 那这是外背的SineX 减去SineX DX 那这个呢 可以把它消一个啊 消能不能消啊 也不能消啊 这是可以去啊 提一下公因子吧 好吧 那上面呢 可以提一个Y 乘以CosineX 减去SineX 啊 下头的话呢 可以提出一个SineX出来 啊 那就是Y-1 乘以SineX 是吧 对的 啊 DX 这是我们呃 这是我们呃 关于这个呃 隐寒数求导啊 隐寒数求导啊 注意 有些题目里面呢 可能会需要用到啊 这个提设的等式啊 将这个呃 最后的结果啊 可以变形啊 有的时候当然是变形之后 可以去化解啊 呃 关于这个做法 我再说一遍这个情况啊 你可以用这个求出 是吧 就是用那个什么呢 两边求导也是可以的 啊 方法 倒是有几个啊 但是呢 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搞混乱啊 另外一个呢 可以用这个一阶微分形式的不变性啊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吧 微分形式的不变性啊 你还可以用那个公式是吧 DY比上DX等于负的什么呀 FY一撇分之FX一撇 但是前提是呢 你把它变形成了FXY等于0是吧 你设出了这样的一个呃 辅助函数 啊 我们继续看这个解答题 呃 17页的 呃 第五题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也是求这个参数式啊 既然求参数式的话呢 那只有数一数二同学要求啊 Y等于YX 那 由这样的一个参数方程 好 像这个参数方程呢 就是我们啊 近几年呢 比较 比较喜欢考啊 尤其是这个2018年过去的那个啊 他就考了这种参数式下的曲线啊 求这个什么二重积分啊 就是那个是难倒了很多人的啊 应该是一个创新吧 呃 2018数二的那题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百线啊 就大家这个一定要去知道一下啊 就是 数一数二同学啊 关于这些常见的这个曲线啊 他的图像啊 以及他的这种表达式 应该是应该 去了解一下啊 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题目里说我 我就不了解不知道 那那对于这个求导来说呢 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是吧 当然呢 对于别的题目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 你比如说求什么行星啊 这些东西 那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是吧 好 那我们来求这个dy比dx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啊 dy比dx的话呢 就应该等于y一撇t 除以这个什么呀 x一撇t啊 这个容易 好 那y一撇t的话呢 是这个sin一t 这个清楚是吧 那x一撇t呢 就是一撇去cos一t 啊 他他他就这样了啊 他就这样了啊 当然有同学说 那我要不要他化解一下啊 其实你化解一下呢 当然是很好的啊 你不化解呢 也没有人说你错啊 啊 用一下背角公式 这是两倍的sin二分之t 乘以什么呀 cos二分之t啊 分母呢 是这个两倍的sin二分之t的平方啊 这个大家应该问题不大 ok 啊 背角公式啊 背角公式 那这样的话呢 得到是这个cotent二分之t 我再说一遍 就这个步骤 你可写可不写 啊 可写可不写啊 所以平常自己 呃 写基本的三角函数 你学到三角函数的话呢 基本公式中学的还是应该要过关的 是吧 那一减去cos alpha呢 是等于啊 两倍的这个sin二分之t的什么呀 平方啊 一加上cos alpha呢 是两倍的cos什么呀 二分之t的平方啊 这是基本的啊 背角公式是吧 这是应该啊 会用的啊 会去做的 好了 这是这个dx 啊 就算做出来了啊 那然后呢 我们要去求二阶导 二阶导的话呢 继续啊 继续那就是什么呢 d dy比上dx 再除以什么呢 dx 就这样吧 把你的目标函数带过去 啊 把你的目标函数带过去啊 然后再去dx求导 好写写 咱慢点写啊 就是d 是谁呢 cotent二分之t d 比上这个dx dx dx的话我们做不到 先除一个dt 啊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乘以dt比dx 也就是这个dx比dt分之1 啊 所以这是反反复复的用啊 反反复复的用这个参数的求导公式啊 因为我要把t当作一个中间面量 对t求导啊 再乘以什么呢 t对x求导 也就是除以x对t求导 好了 那这个cotent求导啊 要会啊 它是负的cotent 它的平方啊 然后再乘一个什么呢 二分之一 不要忘了是吧 我写一票二分之t求导 好 然后呢dx比dt 继续写的 dx比dt呢 就是啊 那个两倍的啊 sin二分之t的平方 分之一 是吧 就这个 好了 然后呢这个二 二和这个分母里面的二 就变成了四 是吧 就负四分之一了 负四分之一 那cosent的平方 这又是cosent的平方 所以是cosent二分之t的四次方 基本的呃代数的公式啊 当然你同学说我 我就不想写成它啊 写这个呢 觉得有点费劲啊 那你可以写成别的啊 用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三角函数的公式 那你比如说 呃 它是等于负的四分之一 然后cosent的平方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这个cotent的二分之t的平方啊 再加个一什么的平方啊 把它散开写 那这也可以啊 没关系 三角函数啊 最后算出来 没有必要让你说强行的什么 要所谓的化解啊 没有这个啊 不要在这个方面呢 过于去纠结 那这也有什么呢 对 这也有什么呢 对